中間的視線 我們再多一點停留好嗎 手機要錄嗎 中間的視線 中間的視線 最高的視線 大家呢 都想要捕捉這個非 大家好 我又來到台灣了 也謝謝這幾天 讓我們可以再次在這裡 再次見面 有特別想念的人是嗎 有啊 是啊 我覺得台灣很多好吃的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樣的台灣 台灣小吃 對小吃 而且小店我都會去的 那今天我沒辦法 我剛剛已經在後台 大會安排我很多台灣的小吃 因為我今天裙子確實太 在 所以我都不敢吃 我等一下我做完這個台灣之後 我之後我會去吃 對 明記真的非常專業 就是希望呢 你最完美的這個 生態跟大家來做見面 難怪我剛剛看上桌上有很多食物 但是你一定會這樣 不敢吃 你看我剛剛對那個 對此的時候都不敢吃 真的對你專業非常佩服 可是說到呢 今年度 確實就是我們 連續第四年 跟Just Go正經店合作 第四年代言 是不是 跟大家來聊聊 跟品牌之間 合作的默契 跟代言的心得呢 首先我要謝謝 金晶店讓我可以再次成為代言人 因為我知道金晶店的那個 怎麼說呢 是那個他們的店裡面的那個組織是 真我 真女人 真我這女人我覺得是 令到我很多情 在四年裡面我覺得 尋找自己的真我 真女人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的 而且品牌非常成功 因為真我真女人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 每一個人 每一個女孩子 或是女性 哪怕是結婚啊 單身啊 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個 圖子的意念 可以成為自己的真女人 我覺得這個 也挺有意思的 因為我覺得 比如說像我 我現在可能工作為主 但是我在工作裡面 要尋找自己的一個狀態 必須要表現一個 工作態度出來 我覺得單身 女人會很尊敬我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女人都值得 我們去尊重 尊敬的 所以女性朋友 不管在各種的角色 各種地位 只要展現出 自己真我的美 其實就是真女人了 對不對 那說到金智 Nikki自己本身 喜歡做金智的搭配 因為Jones Go 曾經店 一起來就是提供給大家 最出色 最出眾 以及最有設計感的金智 那你是怎麼樣做搭配 實質也真的要謝謝真經店 因為以前我的概念 可能跟大家都一樣 我覺得 進食品肯定是保值的 第一 然後就可能 一般都不會怎麼帶出來的 可能就放在家裡面 保值 可能存在下一代這樣子 但我覺得現在 真經店會 叫做很多新的元素 而且會 叫做很多不同的層面 比如說我現在會 可以配戴很多很多的飾品 而且它裡面 除了真的是 正經之外 會加一些比如說 證書珍珠啊 一些 血跡在裡面 可能比較 你平常的時候 穿牛仔褲啊 比較瘦型的衣服 都可以配戴 而且變成都是 很傳統跟實相 可以放在一起 對 所以透過呢 非常出色出眾 跟多樣化的設計 讓你的穿搭 看家裡會不一樣 尤其呢 你剛才分享的同時呢 我用目覆轉機 看到你身上的 整套配飾 真的耶 非常漂亮 今天是25週年 特別就是要設計 25週年的這個 金飾 我覺得非常美 而且 比如說這座子 我覺得平常 不一定要說 真的結婚那天才帶 平常我們 穿衣服都很 就是Fashion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又可以保值 對 尤其剛才呢 你給我講到 我們這一次25週年的主題 有一些智慧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 還是要 我從來不覺得是要 覺得靠男生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 現在女孩子 都有很獨立的一個 生活的個性 我覺得可以 可以的話 我覺得可以 尋找自己的一個理想 或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這個美 是最好的 哪怕你平常當然要保養 要美 但是我覺得內在美 也是更重要 但剛剛呢 你給我分享 真的我覺得給了很多 女性朋友 好大的力量 確實呢 我覺得 透過自己的力量 讓自己更美 我覺得那個美是加成的 可是說到真女人 你覺得真女人 必須在各種面向都要表現得 非常非常完美嗎 我覺得人沒有完美吧 現在很流行一個詞 就是神 女神這樣 是 但我覺得 能到神奇的那個狀態 真的很厲害 這個我覺得是 連話講你的一個清晦而已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不可能有完美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去追求 就完美起來 會很過癮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每一天 你要自己設定給自己一個目標 你去追求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人生很 很 不會有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不完美才是最完美 真的好喜歡Licky的分享喔 但是呢 今天我們是要請大家一起慶祝 Jaws哥 我覺得今天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 這個數字 對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二十五周年 如果說要 說到是 比如婚是蠻不代表 而且有可能是一百的一個 四分之一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二十五 對我來說是挺特別的 比如說我二十五歲的年年 是我覺得在我的演藝路上 是最特別的一年 因為比如說我會 轉型去唱歌啊 還有一些 很多的大型的作品啊 拿到不同的獎項 可能二十五歲那年 是對我來說是挺深刻的 對 而且二十五歲 比如說二十五這個數字是 剛剛好是 中間吧 好像是一個 叫錯點 人生在上面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令到自己可以去另外一種狀態 或層次 這個 這個數字我挺喜歡的 其實 太棒了 所以我覺得 也恭喜這幾年 有二十五週年 而且我希望 以後再多二十五週年 或者是更多的週年 我會也是 請問他們的感人 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這個方面呢 大家也有週一期